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第七場,三班千二米,9時15分開跑 1號進馬風彩,133磅二檔,採名小騎,樂福全馬房 這場馬今季表現就很穩定,長期都是一、二名 是有一局第四名比較失準,但其他場次都很穩定 這次還要有二檔,好好跑 不算是沒有地出添差 上次他已輸給穿甲英,沒有地出拳 雖然穿甲英之後 沒有地打量 所以 keep不能 чувств 但是對這匹馬來說本身都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他輸了給突然間那批神用的穿甲鷹 還有最近他賽前也試了貨閘 看貨閘一出閘就不算很快閘 留在一些比較厚的位置 入籍路走出來比較複雜地追上來 按住而已 可以用四個字形點到即止 完全看貨閘是很爆上賽 我覺得今場計狀態應該是全組最高的 2號旋風飛影133磅 111檔巴道騎賽漢馬房 這匹馬就換了給巴道騎 上次都能夠追到第二 但是這匹馬這個路程一向都很準繩 沒什麼怎樣甩 但是唯一一個缺陷就是 這個跑道對他來說 合不合跑呢 又大外檔 那... 他又要偏後追 這個... C加三藍對這些馬來說是比較吃虧的 大家可以看回數據 1200米一檔的勝出率 都很高 其實不太多馬可以在... 大外檔贏到馬的 看回1200米 比較低的上名率 和比較低的勝出率 3號旋風勁草 131磅五檔 賀永連騎 正在位馬房 那...這匹馬上次就有點左折 那... 那... 這匹馬上次就比較厚一點 所以都不用太理會 但是他前一次的成績其實挺好的 雖然... 他跑了一個第三 不是說有什麼威脅的第三 但是他那組是強了 分別是美麗、攻略和時時滿意 時時滿意之後再出跑來地 都可以馬上勝出 那組其實水準應該不是太低 那這匹六歲馬 但是... 近期狀態都挺好的 那... 這一組 有些實力馬排出外檔 那... 那... 他... 可不可以放到懶呢 賺到一些形勢呢 可以再拍得接近些 4號正本寬森 129磅 三檔 嘉里騎 和天盤馬房 那... 那... 這匹馬曾經在這個路程呢 都... 贏了三場頭馬的 那... 近期呢 在賽期也試了貨集 那... 貨集跑回來呢 拿了個第3 那... 那... 貨集在重化試的 那... 都是那句啦 重化試呢 其實名次真的不太介懷 只要看本身的馬自己的走勢 那... 他長期都在這3-3-4位裡的整個試集 過程 完全沒有騎過 反而保持過細度 反而... 都能夠... 是... 沒有什麼... 沒有墮退之餘 都保持得住的速度 回到來的 那... 看回本身的馬的走勢 狀態都不錯 5號自然輝王 124磅8檔 潘頓騎 呂健威馬房 那... 上次潘頓一騎 就... 立即贏到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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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上二班,繼續跟著也完全不是問題 6號加州紅心,122磅7檔,莫尼拉騎,高東尼馬房 雖然他初出那波跑第二,上一場 跑第六,我那場都有做推介,我都有講過給大家聽 高東尼這些自購買,通常第一波跑得好,第二波 都有機會成績會回落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看一匹馬的神操,當然是質身自亂一點 還可以再進步一點 但其實質素應該不會太差 但高東尼這一類自購買,大家可以多多幾場時間 看看是否真的穩定下來的成績 保持有好表現的時候,再跟也不遲 今場加上檔位,對他來說都比較辛苦 應該埋難就比較難,有二碟 換了莫尼拉騎,看可不可以早點放好一點 不要留那麼後,擺持一點 最可能對他來說會有更好的表現 7號牛王頭,121磅6檔,可殺妖騎,正常委馬房 這匹馬跑了三場,都沒有怎樣上名 但一次比一次的成績都好一點 距離的頭馬,開始沒有輸那麼遠 但我也是跟之前說的一樣 這匹馬可以留意他泥地 草地不是說不會跑,但暫時看上去都需要時間適應 只會適應到,一落去泥地跑,那鋪大家都要跟著 8號天行見,119磅4檔,兩家進騎,文家來馬房 最近兩次都追不及,只有第六 這匹馬跑法一定是被動 雖然說今場有個4檔,但我不覺得4檔會等前走 因為對他來說都不是那個跑法 我想這一場的賽道形勢對他來說是比較吃虧的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有些接近的名次 但我覺得可能真的有機會留下鋪先 這個賽道對他來說是比較吃虧的 9號風流人物117磅9檔,波見士騎,大衛希斯馬房 這匹馬之前,前一場 在這班數背著119磅,都能夠入到Q 今次再輕2磅 上次第五,就跑了1000米,在菊草 對他來說可能有機會嚴短一點 現在他可能真的跑了1000米會好一點 就算第五回來也好,那組其實一點都不是藥組 但是今早的強手都不少,再加上他排了9檔 對他來說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我想這一場都是看著他怎樣跑 10號風中競蟲,1把15磅1檔,甜湯劇,修瑋賢馬房 這匹馬開始越來越近了 狀態看起來都已經開始漸漸上來 現在大概有七八成水準 今場還要排到一個黃金1檔 這個1檔,在這個路程上名率也好,勝出率也好 都是最高的,又是他1檔 唯一的就是,他的跑法就會偏被動少少,要後少追 他沒試過其他跑法的 不知道今次的1檔會不會擺前少少走呢 有些變數 看看他今場的發揮怎樣 11號大道指正,1把15磅10檔,楊詠麟騎,正湊瑋賢馬房 這匹馬呢,未試過跑這個路程 是初跑的,但是呢 除了一個10檔之外,這匹馬多數都是要後追才好 那這個路,這個賽道對他來說呢,就真的十分之吃虧 又有排著一個大外檔,又有後追 那他會不會流到最後,放在內欄裡,然後在裡面捐 那都可能有機會捐到上來有個445這些名次 這場三班千二米呢,都幾多成馬在這裏 這些成馬都排到一些不錯的檔位 那我首先選就選1號進馬的風賽先 那這匹馬今季都贏了幾win 又有Q 那,金城有個二檔 雖然要背著重磅,但我覺得對他來說 這一班都罵他不住的了 還有,匹馬現在才5歲 都大索大勇,都仍是當打的 加上這隻馬也夠大隻 什麼重磅,對他來說就沒那麼辛苦 那還有賽前都試了兩貨集 雖然是假了兩個月沒有跑 但是回到兩貨集來說,對他來說呢 都... 是足夠... 操心的狀態的 不,維持的狀態呢 因為他本身... 批馬的狀態就在那裡,是落不回來跑的那時候 那他的試雜呢,你看到那隻馬很爆啊 完全是... 十分fit的 我想今組最fit的馬來講呢 他都算是數一數二那隻 那之後我會再選呢 就是選這隻4號正本歡心 因為這組馬呢 Fronta馬呢 看下去就只有他一隻而已 那還有那個步速應該都會... 被他控制著,應該都不會跑什麼快步速 應該有機會按慢一點點 步速的了 那變上他就佔了先機先在前面 那這些馬本身都是... 自己擺前走,放頭是最好的 那有個... 三檔 一出閘一定是... 可以自己放到的了 那上次因為大外檔的關係啦 變上他要跑... 外跌,遲一點點啦 那所以回到他的名前都不要介懷 這一馬最好的跑法就是自己貼完走是最好的 就算在二碟或者三碟呢 放頭呢 對他來說都會變上了很多 那我再選呢就會... 博者10號風中徑從的 那這批馬呢的狀態呢就已經上力了 那上次都... Fronta有個第四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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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有一個一檔呢... 其實才可以積極一點 不要留那麼厚啦 放在這3-3-4-4的位置呢 放前走可能有... 那些驚喜都不一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批馬暫時看上去的跑法呢 都是比較偏動一點點 在後面追上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今場可以... 改變到名次啦 那... 最後我就會選擇... 那... 5號自然揮煌的... 那... 那... 因為... 他的外套令到我會將他擺後了啦 那隻馬是Feed的 能力也都有啦 上次都證明了... 已經贏了馬了 證明自己三班都站得住腳的 一換判就贏 那... 那批馬還很年輕而已 4歲 還有... 進步... 很多進步的空間 狗頭牙批馬呢就... 比較主動一點點擺前走啦 但是唯一就是擔心就是 他擺前走得來 我怕他跑二三跌位呢 我怕他蝕不起來啊 這個跑道呢 那個偏差有蝕都蠻大的 那... 看看我潘頓... 臨場怎麽執衫 放在什麽位裏 那... 那...如果蝕少些的話呢 他絕對有機會是... 呃... 和他一號有得爭下的 那... 那我今場的推介呢就是... 一號四號 十號五號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呢 可以按一按Subscribe這個小鈴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啦 如果你有什麽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啦 多謝大家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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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